我媽媽我受不了她蠻多的 不知道媽媽還有時間管理 她從來不管我 都是我是媽媽的角色說 哈囉各位下午茶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婉婷 我在《親愛壞蛋》裡面呢 飾演的是很有能力的CEO 嗨 家午茶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瑞琪 我在《親愛壞蛋》裡面呢 飾演CEO的媽媽 《王林秋雲公與心記》的貴婦 第一次看到芮琪姐就覺得 她好漂亮還有氣質 然後呢就很想主動去跟她講話 但是呢因為就是芮琪姐不講話的時候 也是蠻有氣場的 所以我想說還是手弱一點 我們再來聊天好了這樣 然後後來芮琪姐就自己主動過來跟我聊天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就是因為以前跟芮琪姐搭的 要很有份量的才可以祝她的女兒 所以我這次就覺得很榮幸 可以有這樣子的答案 婉婷妳太客氣了 那我知道因為婉婷現在還有在外面 在拍另外一齣戲 她非常累這樣子 可是呢我們兩個一上戲的時候 兩個人眼睛一對 哇那個戲就來了 我覺得這個小女生也太厲害了 難怪得了那麼多獎 沒有啊謝謝 我蠻意外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跟芮琪姐一起合作過 所以當初也很擔心 因為我很多都是內心戲的東西 呈現出來的那個狀態 是我自己都傻到想 哇怎麼會這麼的契合這樣 所以我說我們兩個大部分都是 互相內心戲的交流 內心戲以外呢就是 我們就是靠眼神 眉來眼去 然後高來高去 剛剛飛來飛去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我記得有一場戲就是 我們到某一個安養中心 然後她就在安養中心的一個小桌面 站在那裡 然後我在另外一邊 我喝著茶 然後另外一個很主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是在那邊鬥心機嘛 突然間呢我們一個眼神兩個 突然間就這樣 就對上 就知道了 對 然後我們都沒有惹到她的默契 跟她的那個磁場的能量是 就在那個moment 雞皮疙瘩大家都來了 我就覺得說 我們兩個怎麼那麼厲害 我們都沒有溝通 就是那個軌道到了 到那裡 我們兩個眼睛突然間 然後撩了 覺得哇這個女兒 讚喔 我給我讚耶 有其母必有其女 好那謝謝 因為我剛剛有稍微 就是記者會的時候 提到了一下這個角色 是我遺忘的 好升級版的概念 對 就是因為她的身處環境 又在更高一層樓 就是在豪門 然後你為了要博取上位啊 有很多的心機技巧 那我自己呢 是不可能會去利用情感面 去得取到我的任何的東西 但是在戲裡面的一個角色 你必須要去達到這個目的 不管是為了媽媽也好 或者是為了之後想要的目標也好 就是花了一點點的心思去琢磨 這個角色該怎麼樣呈現 對然後又不至於到會讓觀眾討厭 我覺得落差是 如果對她不認識的人 會覺得說她可能會抽菸會喝酒 然後可能是那種很海派啊 或是那種江湖中的女孩那種的 對 可是你真的跟她合作以後 你看到她她是非常沉穩非常安靜 很內斂的一個女孩子 所以她的感情面上來講是豐富的 我媽媽我受不了她蠻多的 對對對 忍不住要是一直爆料 她現在就是在享受的遺跡 然後我覺得享受是她應該得到的 但是呢她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活排得這麼的滿 她真的是排得太滿了 就是不是做事情喔 是出去玩 然後玩那每天就是腰伸背痛回來 這就是我們這個年紀的問題 我這裡痛那裡痛啊 可是我明天又要去哪裡 我就覺得你可以玩 但是你可以也好好愛惜照顧自己的身體 因為這現階段對她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這是我最受不了她的意思 你知道媽媽還有時間管理嗎 她從來不管我 都是我是媽媽的角色說 這麼晚還不回家 你到哪啦 對 媽媽我今天在什麼澎湖 或者明天又在高雄之類的 反正她每天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精彩 你知道她做什麼事情嗎 所以你會比較擔心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有小孩以後 小孩不管在任何時候你都會擔心 因為我們每一個階段都在做不同階段的 孩子的媽媽 所以小孩不斷的一直在成長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階段都是媽媽心裡面的一塊肉 對 所以我想適當的放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看動物頻道 那些動物給我一個很好的教育 小鳥翅膀長硬了 獅子老虎長大了 你就必須要出去了 就自己要獨立 我想媽媽對婉婷也是這樣 因為婉婷夠成熟夠長大了 所以媽媽就很放心的出去玩啦 對這樣 我獨立很久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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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